某当红一线女星车祸去世的第二天 爸爸把私生女带回家 让我和她好好相处 甚至还对妈妈说要对她视如己出 毕竟她才失去母亲 看着躲在父亲背后 长相美颜的女孩 我和母亲相视一笑 我们当然会好好对她 毕竟她妈就是我们找人弄死的呀 一 当红女星林长颖车祸去世的第二天 爸爸就把私生女带回家 让我和她好好相处 金丝楠木的茶几上 还摆着当日最新的报纸 第一版面就是林长颖的复告 我微笑着看像躲在父亲身后的女孩 语气温婉大方 父亲放心 我们当然会好好相处的 父亲的面部一松 好似长舒一口气 摆出家主的架子指挥母亲 云云才没了吗 你也要对她视如己出 母亲嘴角勤起微笑 却没保证什么 反而吩咐身后的管家 整理出二小姐的房间 最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 母家的公司又做成了一笔大生意 成功把爸爸的嘴堵住 看着欲言幼稚 却愤愤闭嘴的父亲 我的眼底闪过一丝讥讽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我是谢家的独生女 谢家和母家的财产 都由我一人继承 现在自己外头的私生女 被接回来 自然是要谋一份家产的 但是母亲故意用母家的诠释 震慑父亲的想法 让父亲觉得放不下面子 于是她也吩咐管家 中午晚上要在谢家 为谢家二小姐开场舞会 就当是欢迎谢云回家了 说完 父亲眼神里带着点挑衅的 看向母亲 母亲却面不改色 脸上依旧挂着和煦的微笑 父亲带着谢云 在大宅四处参观 留下我和母亲 坐在花房里喝下午茶 古朴的茶壶里 围着上品的凤凰丹丛 母亲接过我递来的茶杯 嘴角含笑 临肠赢死了 妈妈的任务就完成了 这个小姑娘 就当给你练手了 记住妈妈教你的东西 让她合情合理地滚出谢家 我性眼弯弯 走到母亲身边撒娇 要是我一不小心 把这私生女丸死了 妈妈会帮我收拾烂摊子吗 坐在身边的贵妇温和优雅 嘴里说出的话 却令人寒战 她要是识相的话 自然要放人家一条生路 但是她要是妄想得到 不属于她的东西 那你就别手下留情了 我笑着点头 随即看向二楼阳台上 一脸激动的少女 眼底埋下一丝音意 二 小三的孩子 怎么可能识相 酒会当晚 海城大半的豪门 齐聚谢家 看着父亲介绍自己的私生女谢云 谢云从小童星出身 跟着母亲也算见过世面 不像一般的私生女那样未缩 周围少爷小姐们 都一脸同情地看向我 他们知道 这是父亲在向我和母亲叫板 我或许不再是谢家唯一的继承人 等住酒结束 少爷小姐们三五成群 互相笑着 谈论着感兴趣的话题 独独没人 去理今晚的主角谢云 毕竟谢云哪怕再有名 她的母亲也是豪门不受待见的戏子 她也是见不得光 身份尴尬的私生女 更别说 我这个谢家大小姐还在现场 大家根本不屑于 去和个私生女交际 谢云之前在片场被众星捧月惯了 现在待遇一落千丈 她自然心中不愤 我在母亲的教导下 为人处事端方有礼 所以人缘不错 大家都围在我身边聊天 谢云被孤立 眼里闪过一丝嫉妒 为了夺回众人的注意力 她走到我身边 当着一大群人的面 硬是要给我敬酒 我拒绝之后 她下不来台 非要让我的身边人喝 她以为以她的明星身份 周围的人肯定会让她三分 谁知道 站在我身边的岳家少爷 才不惯着她 冷笑道 把你从酒厂上学到的功夫 都给我收回去 没教养的东西 一个私生子 还妄想让我给你面子 我抿嘴轻笑 谢云的运气真差 最近岳家少爷 正和私生子抢家产 抢得你死我活 她这个私生女 非要撞到枪口上去 谢云没想到自己会被骂 直接愣在原地 我身边的闺蜜也调笑道 你不会真以为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是专门欢迎你的吧 一个小明星 谢家的私生女 还陪我们上门欢迎 说出去笑死人了 要不是 看在谢家和你姐姐母家的面子上 我们才不会来呢 周围的少爷小姐们 听到闺蜜坍塌地说 都笑出声 礼貌不过是 这些少爷小姐的面具 真实的他们 一个比一个刻薄 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 都知道对方的德性 在一起都懒得伪装 谢云被当众打脸 从来没这么狼狈不堪 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我也和少爷小姐们一起 笑着看她的热闹 舞会以谢云狼狈退场为结局 我们接着聊天 岳家刚好涉足娱乐行业 早把谢云家底全摸清了 谢云的母亲林长颖 是我父亲的情妇 这件事圈子里人尽皆知 本来母亲和父亲商业联姻 懒得管这种事 但是谢云的出生 却让她提高警惕 毕竟私生女也想有继承权 而谢家和我的母家 绝对不会让她拿走一分钱 原先还好 现在她谢云敢登堂入室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少爷小姐们同样不喜欢谢云 毕竟特权阶级就像小蛋糕 越多的人分时 每人得到的部分就越少 如果林长颖还活着 或许谢云还能分一杯羹 现在林长颖死了 以谢云的能力 滚出谢家是迟早的事 谢云受了委屈 自然要找人告状 酒会结束 父亲听了谢云的一番说辞 当即大怒 马上让管家叫我 我当时正在卸妆 文言 不紧不慢地盘好头发下楼 客厅里 谢云正一脸柔弱地坐在父亲面前 脸上还带着点胃干的泪痕 更显得楚楚可怜 看到我下楼 父亲怒道 你还好意思打扮 你妹妹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羞辱 你都不维护维护她 我挑眉 一脸惊奇地看向父亲 爸爸 那你不如看看她为什么被羞辱 她端着酒杯满会场转 见谁都敬酒 还道德绑架岳家少爷 逼着人家喝酒 要不是我在 岳家少爷已经生气 不和咱们合作了怎么办 更何况 妹妹不受少爷小姐们的欢迎 难道我还要强迫她们 接她妹妹不成 我自以为谢家的地位没有这么高 我三言两语 就把问题抛给谢云 谢云被问得一脸尴尬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笑着向父亲汗手 转身回到房间 三 父亲为了培养谢云 干脆把谢云转学到我所在的国际高中 但是谢云文化课成绩一塌糊涂 为了谢家的脸面 父亲硬是把她塞进我所在的实验班 实验班的课程和国外对接 基本上是全英文教学 学生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 俯修二外 而体育课的门类也十分丰富 这学期体育课专修马球 谢云自从进了谢家之后 父亲为了让他静下心来学习 停了他的大部分通告 但是谢云脑袋空空 没什么学霸基因 每天想的就是吃喝完了 他不敢公然和父亲叫板 只能不断运营自己的社交账号 为了拍照好看 他特地选了匹颜色个头都最漂亮的马 甚至还做死的不带护具 我看着他高举起手机拍照 嘴角微微翘起 吹了一声口哨 他身下的小马马上有感应似的 像草场中央跑 谢云手机都被甩飞了 吓得抱紧马脖子 屁股高高撅起来 滑稽又好笑 我骑在马上 不紧不慢地掏出手机 把他的丑样子拍下来 闺蜜笑着拍拍我的肩膀 记得回去给我也发一份哈 这姿势和撅着屁股的汤姆猫 有一曲同工之妙啊 最后谢云还是摔下了马 守在一边的工作人员如临大敌 马上冲上去 扶起脸着地的谢云 我当时正坐在一边的休息区看热闹 一边的负责人欲哭无泪 我安慰他 放心 他自己做死不带护具 和你们没关系 他要是有三长两短 我们都是目击人 不会让他碰瓷你们的 果然不出我所料 谢云骂骂咧咧地被扶到休息区 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手机拍照 我和闺蜜对视一眼 起身走到他身后 闺蜜一把抽走他的手机 嘲讽道 果然是着急着发微博呀 这配文配的什么东西 什么叫国际高中也不过如此 工作人员好不专业 害得人家骑马受伤 我拽住谢云试图抢手机的胳膊 听到闺蜜这么说 一脚踩在他擦伤的伤口上 明明是你自己不做好防护措施 让自己摔下马 现在又开始抱怨起工作人员了 你这是想诱导你的粉丝网报工作人员 我的鞋底都是尘土 踩在他膝盖上酸爽极了 我告诉你 我管你有多少粉丝 是多大的名人 来了谢家 就少给来七男霸女这一套 闺蜜一边删着他手机里的图片 一边笑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 在这里你是人物吧 一个粉丝稍微多点的戏子 还赶来我们的地盘叫唤 你现在对外代表的是谢家 丢的也是谢家的人 所以给我老实点 看着谢云敢怒不敢言的样子 我笑着拍拍他的脸 以后在我们面前 夹着尾巴做人吧 我至少还能给你一条活路 说完 我抬手看了下时间 转头和闺蜜道 到点了 回教室上下一节课吧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 他果然没来 班长皱着眉给他打电话 却被他甩下一句轻飘飘的 身体不舒服就敷衍过去 班长对着天翻了白眼 把电话挂了 因为这节课是经济学课的小组展示 之前组队的时候 谢云长相交好 却脑袋空空 根本没人愿意和他一个小组 班长为了完成指标 只能自己和他组队 但是以谢云的能力 连材料都读不懂 整个作业都是班长来做的 只给了他一个汇报的任务 现在他连这个任务都完不成了 挂断电话 班长趁着课间改了PPT 把谢云这个白嫖怪的名字删了 最后老师在了解情况之后 统计分数时给了他零分 四 对于父亲这种人来说 面子比什么都重要 而人到中年 有孩子自然都开始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 我不仅继承了母亲的经商头脑 还继承了他的高智商 所以在天才如云的国际学校里也名列前茅 但是谢云却不同 他那脑子和他的花瓶母亲没什么区别 还不用工学习 这次其中考核的成绩简直惨不忍睹 我回家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父亲把谢云骂得狗血喷头 茶几上放着他年级倒数的成绩单 我靠在玄关看着父亲骂人 你看看你的成绩 年级倒数丢不丢人啊 你能不能学学你姐 你看看人家年级第一 你这样让我怎么把家族的重任交给你 听到这里我的表情一变 坐在父亲身边的母亲却面色如常的微笑 父亲自知失言马上闭嘴 只是怒视着不争气的谢云 我一瞬间调整好表情 目若无物的上楼休息 后来管家给我带来消息 说谢云在被父亲骂之后 哭着说自己根本不喜欢学习 只想演戏 还说他原本当明星当得好好的 现在父亲停掉了他所有的曝光和商务 已经很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了 父亲身边的母亲也在为谢云说话 这让原本暴怒的父亲瘫坐在沙发上 脸色灰败了一个度 听完 我冷笑着放下手中正在批复的文件 谢云果然是天生的蠢货 连父亲都救不了的东西 父亲用苦良心的 把谢云转进豪门林立的国际学校 一方面是想让他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另一方面 还想让他和豪门的少爷小姐们打好关系 为以后继承谢家做准备 而推掉谢云的商务合作 也是想让谢云安心待在学校提升自我 以后申请到个好学校 成为加入谢氏的敲门砖 如果谢云识相 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按照父亲的计划上学 这样他未来在父亲的撑腰下 还有可能在谢家和我分庭抗礼 抢到点谢家的股份 现在好了 谢云鼠目寸光 一心想着继承母亲的一波 接着当个二线小明星 我看着桌子上摆放整齐的文件 嘴角含笑 没想到真有人会在当资本和当宠物之间 选择当宠物 谢云也真是个人才 不过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谢云反正都是要滚出谢家的 现在这样 不过是加速这个结果的到来罢了 父亲被谢云和母亲联合着洗脑 最后还是放弃了对谢云的管制 我一向乖巧省心 在学习上没让父亲操过心 所以他自然没什么管教孩子的耐心 现在谢云这么闹 他放弃的速度快极了 在谢云向父亲摊牌的第二天 他就接到了经纪人发来的通告 通告一到 他大摇大摆地离开学校 重新回到剧组 而我依旧待在学校里 参加了筹备已久的竞赛 并且一举拿到了全国金奖 父亲作为基金会的负责人 被邀请为自己的女儿颁奖 主持人笑着恭为父亲 谢总不愧是把谢家送上巅峰的掌权人 连在教育子女方面都十分在想啊 谢君斐小姐也算是人中龙凤 谢家后继有人啊 我微笑着接过父亲递来的奖杯 和父亲相视而笑 我知道父亲这是任命了 已经开始放弃私生女 开始着力培养起身为继承人的我 5.谢云并非在坐以待毙 在最近他参加的综艺节目里 他和季家的小儿子打得火热 那位季小公子季长春也是个人才 发现自己在我们学校学习 不能名列前茅后 干脆当起了网红 季家觉得丢脸 干脆给他找了个经纪公司 送他出道 大家都是老熟人了 因此在谢云和季长春吵CP的时候 我们都在一起吐槽 说的话又毒又好笑 我当时正在谢氏旗下一个子公司做班 才看了一回文件 群里的消息就久久加了 谢云和季长春玩得这么好 是不是因为他们都是私生子啊 我觉得有可能 他们说话都是一个调调 不愧是二奶交出来的 不过为什么他们上综艺一样高啊 我记得季长春身高随他妈 才1米65啊 你傻呀 垫增高鞋垫呗 你看他在节目上追主持人 因为重心不稳 还脸着地了嘞 那他要是增高垫跑掉一个 走路不得1米6 1米7 1米6 1米7的呀 我靠你好歹毒啊 看着群里聊得热火朝天 我的嘴角微微翘起 也忍不住笑了 果然是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私生子和私生女在一起 简直是绝配 母亲看到我的能力 已经足够管理公司 干脆让我接手那个子公司 而我也不负她的期望 短短两个月 就让公司的营业额上涨两成 与此同时 谢云也被人拍到了 他和季长春一起进酒店的照片 父亲根本看不上季长春 为此还和谢云吵了一架 谢云自觉得到了季长春的爱 笑着劝父亲 爸爸 长春出生季家 还和我是同行 最重要的是 他看得起我的身份 我很满意我们在一起的 父亲还想说什么 却被身份二字堵住嘴 根本开不了口 眼看着谢云要废了 他只能来培养我 期末考试之前 父亲在餐桌上让我好好备考 等到寒假的时候 去谢家的总公司实习 我汉手和坐在一边的母亲交换眼神 后来才知道 是谢云为了生他 接了对家公司才收购的香水品牌的代言 父亲气不过打电话过去骂了两句 却被谢云挂断电话 期末考试我不负重望 依旧是吉普考试的第一名 父亲觉得我给他长脸了 马上要带着我去谈生意 恰好季家最近在生意上和谢家走得极近 因此在第二天 父亲拜访季家的时候就带上我 六 谢家的豪车停在季家大宅的门口 庸人帮我打开后座的门 我下车 季家父母看我们来了 笑着招呼我们快进来 他们身边还站着个身长玉丽 气质出城的青年 长相英俊 更不用说那身一看 就是近在好家室里 温养过的干净气质 那是季家的大公子 从小就在国外上学 最近才回国 我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 随后被季母一脸热情地揽着进门 看着客厅里坐着的人 我脸上还能保持着礼节性的微笑 父亲确实连笑都笑不出来了 沙发上坐着季长春和谢云 谢云靠在季长春身上浇笑 和那些对大老板笑脸相应的小明星 父亲皱着眉怒吃道 我看了一眼慌忙起身的谢云 嘴角勾起一抹隐蔽的微笑 才确定关系就住在南方家里 一点没有大家闺秀的样子 真是丢谢家的脸 继母马上上来打圆场 说是他邀请谢云来家里做客的 还说谢云到底是女孩子 不要在大庭广众下骂孩子 父亲被继父拽着去休息室喝茶 这才放过了手足无措的谢云 我转过头去 却没错过季母眼里滑过的一丝幸灾乐祸 季长春这个私生子他早就看不惯了 刚好勾搭上了谢云这个私生女 继母就干脆提起和我母亲打了招呼 纵容谢云住在季家 故意让继父对季长春混乱的私生活产生不满 也让上门拜访的父亲对谢云更加失望 因为父辈们要在客厅商谈工作 继母就带着我们四人去了茶室 季长春和自家哥哥季怀之是出了名的关系差 我和谢云也懒得说话 为了打发时间 我拿起桌上的茶具仔细看起来 季怀之物以为我渴了 微笑着坐在椅子上笑道 谢小姐远道而来我们也多年未见 我也没什么礼物就给谢小姐泡壶茶吧 我笑着点点头坐在她对面看她的动作 季怀之取出茶具 又从桌上摆放的一堆茶叶里找出灌普尔熟茶 生火 山炉 温壶 动作优雅清幻 透着点心定自尽的从容不破 我接过她递来的茶盏 浅磋一口只觉得唇齿生香 季怀之看我品茶 浅笑道 本来应该给你泡凤凰丹丛的 但是前一阵母亲知道你们喜欢 得了新茶就全送去谢家了 现在天气冷 熟谱茶性温厚 醉意温补 也是时令佳品 最适合喝了 我笑着向她道谢 随手拿起桌上的点心 边吃边和季怀之说话 谢云在一边几乎看直了眼 因为季长春完全就是玩裤子弟了 和她在一起的时候还要谢云去哄着她 根本和季怀之没法比 更何况季怀之长相也比身为明星的季长春 不知好看出多少 在开着暖气的茶室 只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就勾人得不得了 季长春自然也看出了谢云在想什么 冷笑一声 丢下谢云起身离开 谢云回过神 马上也跟上 等到两个人都离开茶室 我脸上马上退去被照顾的娇羞 眉目舒展地靠在椅子上 敲着二郎腿喝茶 季怀之也一改原本千千公子的样子 姿态优雅地端起桌上的茶盏浅瘦一口 看来谢小姐也被私生女搅和得家宅不宁啊 看着季怀之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 我也皮笑若不笑地回景 不比姬家呀 外面的二奶还活着 私生子也登堂入室 就差进即使当权了 看着季怀之吃别等样子 我笑得很开心 我知道你今天把我请来是想说什么 季家和谢家一样 私生子威胁正宫 只不过谢云的妈死了 季长春的还没死 现在他们搅和在一起 刚好方便一举除掉他们 但是只有季家的势力还不够 所以你们找到了我和母亲 季怀之脸上的笑意渐深 却一言不发 我接着道 但是我没有你们季家的帮助 也照样能解决谢云 那我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 我和季怀之对视 我也笑道 我知道你在英国这几年不是白待的 季家在英国的子公司 今年盈利破了新高 我的条件也不苛刻 谢家正在开拓海外市场 需要人脉和资源 我想要你来帮我 季怀之不说话 我也不甘示弱地笑着和他僵持 最后他败下阵来 握住我的手 海外合作的计划书 我会让助理送去谢家 我没开眼笑 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气 父亲在客厅谈好了生意 我也和季怀之在茶室 简单商量好了初步计划 如果季长春和谢云干点别的 我和季怀之还会觉得 处理起他们很棘手 但是他们偏偏都是明星 对于占有人脉资源的我们来说 想搞他们就太简单了 下午三点 季家的管家敲响了茶室的门 说父亲叫我回家 我起身和季怀之握手 季怀之陪我走出季家大门 一边的季父季母 看到和我说话的季怀之 眼里闪过一丝满意 我在门口和季家人道别 转身上车 结果在后驾驶 看到了头发蓬乱 捂着脸哭的谢云 父亲的脸色阴沉 你还没订婚 就自己登门住在人家家里 要脸不要 就不能学学你姐姐 军匪不仅聪明听话 还自爱自重 这才是谢家的女儿 你要是以后再敢这样 就别怪我把你从谢家出名 我看了他一眼 看见他满脸不甘地瞪我 我却微笑着转过头 对快要消失在自己生活里的人 没必要耗费情绪 我也懒得理谢云 把谢云教训了一顿之后 父亲也没再多说什么了 毕竟他已经放弃了谢云 现在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谢云别丢谢家的脸 好好活着就行 等回到家 母亲也依旧笑意盈盈地对着谢云 不说一句重话 晚饭结束 我的手机发来消息 是母亲家族旗下的 新收购的娱乐公司 前不久母亲刚交给我打理 娱乐公司的负责人说 已经找到了我想要的人 看我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见一面 我发消息 让他们明天早上 带人去公司等着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 告诉父亲 我要去找闺蜜玩 今天一天都不回家 有了谢云的衬托 最近父亲看我很是顺眼 没多问什么就让我出门 我相见的人早早等在办公室 看我进来连忙起身向我问好 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满意当 难怪当初林长颖想要封杀你 你的条件很不错 对面的女生恭敬地向我道谢 我却白白手坐在老板椅上 我看过你的资料 宋玉 二十岁 五年前因为风格长相和谢云撞车 林再颖为了自己女儿封杀了你 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好 但是还是不放弃演戏 在十八岁那年已经成第一的成绩 考入中戏 站在对面的宋玉听到我的话 垂下的眼睛轻轻颤动 却什么也没说 我舒展眉眼道 现在谢云挡了我的路 而我也想给你一个翻身的机会 和我们公司签了这份二十年的合同 虽然有天价为约金 但是我让你当公司一解 而你的任务就是抢了谢云的资源 让谢云滚出娱乐圈 一边的助理拿起办公桌上的合同 递给宋玉 还没来得及说什么 宋玉就毫不犹豫地拿起签字笔 签下自己的名字 他抬起头认真道 这些年我受的委屈够多了 我配合公司的一切运作 我笑得很是满意 可以 那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提升自己的演技 拿下谢云正在试镜的电影女主 公司会给你安排好表演老师 爸 打发走宋玉 我靠在椅子上看窗外的风景 海城的建筑林立 而谢氏就在这些建筑里 我不会让任何人拿走谢家属于我的任何一分钱 所以谢云必须在谢家消失 谢云没有经过专业的演技培训 根本比不过卧薪长版 还拥有一张电影脸的颂语 而谢云手里除了这部电影资源之外 还有一部小说改编的大IP电视剧 而那部电视剧的男主 刚好是正和谢云谈恋爱的季长春 只要谢云选择了那部电视剧 那他的苦难就要开始了 因为这部电视剧的剧本我提前看过 极交期大男子主义漏洞百出的专业知识 无脑的反派和出彩的配角于一体 简直是五毒俱全 而以季长春和谢云的脑子 根本看不出来问题 甚至还觉得 这是不体现他们个性和爱情的好偶相聚 电影试镜当天 宋玉和谢云相遇 谢云还刻薄了宋玉几句 宋玉却一句不反驳 让谢云觉得无趣极了 结果等到试镜开始 谢云只会瞪眼嘟嘴 一点眼神戏都没有 而宋玉却因为接受过专业的学习 和表演老师对他的突击训练 成功脱颖而出 让导演都对他赞不绝口 谢云本来还以为自己是关系户 已经内定了女主 谁知道导演当场宣布了 宋玉是女主角 马上让经纪人带着宋玉去休息室签合同 谢云一脸难以置信 刚想问导演 却连导演人都找不到了 导演之前不是没和谢云合作过 知道谢云是个死缠烂打的性格 一试完进就溜了 谢云不得已又去了那部偶像剧拍摄 看到男主角是季长春的时候 他还在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因祸得福 为此还专门在微博上炫耀 得到了不少粉丝的追捧 而我在他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在公司见了季怀之一面 代表谢氏在海外的分公司 和季怀之签了合作协议 等工作结束后 季怀之约我去餐厅 在一片烛光中季怀之脸上笑得绅士 嘴上说出的话却严肃 所以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 看到外面那个一直盯着咱们看的男人了吗 是我家二奶找的侦探 再耗下去 下次和你家谈合作的就是我家二奶了 我微笑着插起一块水果送入嘴中 不着急 等他们电视剧上映的那天 他们就离被扫地出门不远了 还有 注意你的态度 现在是你求我 就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活还是要干的 谢云偶像剧演完之后 为了填补档期空缺 主动找了部大热综艺参加 而宋玉刚好也拍完了电影的戏份 无缝衔接同步综艺 那部综艺主要内容是拍摄才毕业的大学生 记录他们的成长过程 而宋玉和谢云刚好是节目嘉宾 专门对实习生进行点评 宋玉本身就是个学霸 在大学期间还辅修了金融专业 因此懂得很多东西 而谢云就是高中都没毕业的混子 每次发言的时候都能看出他的脑袋空空 观众也不是傻子 在相对公平的剪辑里 大家自然能发现宋玉这个宝藏 纷纷要求多给宋玉点镜头 刚好我利用母家的资源给曾益赞助 让宋玉穿着我们赞助的衣服 哪怕打着增加品牌宣传 也能让宋玉名正言顺的增加曝光度 一番操作下来 宋玉的粉丝果然开始飞速增长 优秀的艺人加上专业的团队 让宋玉播了多久 宋玉就在热搜上待了多久 相比之下 谢云就显得暗淡了不少 更何况 之前宋玉被林在寅封杀这件事 几乎是过山车娱乐圈心照不宣的秘密 宋玉现在成名 自然有人透露给记者 事情虽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确认 但真真假假 确实让谢云损失了不少粉丝 也虐了一波宋玉的粉丝 让他的粉丝粘性更高 一时间 不少品牌来找宋玉代言 我挑挑拣拣 找了几家国民度高的 综艺播出后 我迎来高考 为了以后的计划实施 和对谢家更好的管理 选择留在国内上大学 而我也不负众望 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入京城大学 谢云这个蠢货 高考成绩低得要死 却还是不愿意听父亲的话出国 擦着北影的文化科分数线 进了北影 季长春也一样 和谢云一起在北影上学 我早在高考之前 就在谢氏实习 现在也基本摸清了 谢氏的运作方式 刚好暑假 父亲要去视察谢家的海外市场 让我和母亲坐镇谢家 谢云和季长春主演的电视剧 也正式上映 老旧的剧本和令人费解的剧情 果然招来大家的嫌弃 一时间 全网都在讨论他们的电视剧 谢云这个恋爱脑角色挨的骂 能比季长春这个油腻穷小子的角色 少挨点骂 但是也让他之前的粉丝脱粉不少 谢家还好 因为父亲走了 没人理谢云 因此也就谢云一个人着急 但是季家那边就不一样了 听季怀之说 季长春因为恶评在季家发疯 季家二奶为了季长春 砸进去了不少公关费 但是季长春破房后 在微博上乱骂一通 直接让那些公关费打水漂 最后季父也不耐烦了 告诉二奶自己不会再给季长春花钱 二奶没不办法 只能自己花钱 钱花着花着 季父就觉得不对劲了 自己好像也没给小三这么多钱啊 更何况以小三这样的能力水平 根本做不到投资赚钱 后来一查公司的账 果然发现了他捣鬼的证据 而且他不仅给儿子公关的时候 花的是公司的钱 前几年投资失败 也是记在季氏账上 季父气得半死 当即报了警 二奶被带走 没了老妈撑腰的季长春 马上成了气子 患难中见真心 谢云看到季长春倒台 马上脚底抹油似的跑了 连季长春的电话都不接 就连微博上的营业也不营业了 马上和季长春划清关系 一番操作下来 虽然自己和季长春没关系了 但是自己的粉丝 看喜欢的偶像使乱中气 大部分都脱粉了 再加上因为那部偶像剧 他的风评和路人员也变差不少 一时间 热搜上都是骂谢云的人 与此同时 宋玉主演的电影上映 优秀的班底的完美的剧本 让这个电影火得理所当然 而身为主角的宋玉 自然也受到无数好评 电影票房飞涨 而我作为投资方和背后的制作人 自然大赚一笔 而宋玉在他热度最高的时候 写了一篇小作文 公开承认了 自己因为风格和谢云相似 被林在影封杀了五年 直到林在影去世 自己才有机会重回萤幕 事关前阵子大火的演员 和近期最火的演员之间的金钱大瓜 一时间热搜多道 根本撤不完 大家都在谴责谢云的自私自利 自己没本事 就封杀有本事的演员 与此同时 电影试镜时的视频流出 尤其是试镜前 谢云嘲讽宋玉那段视频 在镜头里 谢云就像个小混混 而宋玉一句话不反驳的样子 也分外惹人恋爱 网友们看了一份填膺 马上冲去谢云的账号下骂人 谢云为数不多的粉丝 也一少再少 父亲在伦敦 听到谢云的所作所为 气得半死 更何况谢云到底姓谢 他近期的所作所为 也对谢氏造成了影响 但是有我和母亲坐镇 到底还能好点 但是谢云这疯疯癫癫的样子 确实影响谢家形象 父亲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谢云被母亲皮笑若不笑的扫地出门 灰溜溜的回到原来临在影柱的地方 没了粉丝的宠爱和谢家的资源 谢云就是个普通的大学生 只能灰溜溜的去上课 而有我在 等谢云以后毕业 哪怕他演技再好 我也不会让他再活起来 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去横店跑龙套 或者去当十八线小演员 十 至于季家 最近传来的消息就是 季长春他妈要去坐牢 而季长春因为过于顽劣 和谢云的下场一样 被从家族除名了 季怀之约我在学校旁比的咖啡店喝咖啡 说到这段的时候 眼里的笑都挡都挡不住 我坐在设计简约的椅子上 笑着听他说话 直到他说完了 我才笑着捧场 恭喜季公子得偿所愿 我们各自的麻烦解决了 合作也就告一段落了 以后的日子 希望我们多多合作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一步 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 季怀之叫住我 我回头却看见他欲言又止 君斐 我的年龄也不小了 母亲也很看好你 你想和季家来一场 比较长期的合作吗 我静静地看了季怀之扮上 刚开始他还能撑着笑脸 最后善善地收起微笑 我重新坐回椅子上 端起桌上还在冒热气的咖啡 笑道 季怀之 我们都是一类人 出身豪门让我们被迫披上一层皮 掩盖住原本尖酸刻薄的性格 你的皮是风度翩翩 身是有礼的富家公子 我的皮是温柔和煦的谢家小姐 我自认为 我每天披着这层皮生活已经很累了 也懒得再去和我的同类结婚 周旋 再者说 我能凭借自己的能力 让谢家走上金字塔尖 没什么联姻的必要 说完 看着脸上失望的季怀之 我微笑着起身 所以还是算了吧 季总 以后有合作的还可以来找我 和你共事很开心 十月的京城依旧酷暑难耐 季怀之看着我上了谢家的豪车 他知道我的下一站 是谢家在京城的分公司 谢军斐是个天生的商人 也是个有魅力的女孩 但她绝对不会是谁的夫人 谁的富庸 她知道她的未来会无比光明